畫面上是暖暖區定祥里里民活動中心的里民書方 大小朋友來到這裡找到一本喜歡的書 在現場閱讀或是向里內志工借閱回家 沉浸於書箱之中 基隆市文化局特別與里長合作開辦里民書方 七個區各有一個事辦據點 打造在地的閱讀服務 那因為以往其實圖書館的服務比較是被動式的 就是我們開館然後等讀者進來館內利用 但是我們覺得這樣子其實在觸及一些新的讀者上面其實有限制 所以我們這次找了七個里跟七個里民活動中心 或者是關懷據點合作 把書主動推到這些據點去 那希望透過這種方式 平常他有使用里民活動中心習慣的民眾呢 也可以利用這個機會來認識圖書館資源 那我們在這個書架上面其實也都有標鄰近的圖書館的資訊 那希望透過這個機會他可能看到這些書他有興趣 那未來就有可能踏進我們圖書館 那可能有的里他會提說他比較想要有藝術方面的書 攝影方面的書或者是食譜 那我們會配合這個需求去做設計 像定祥里這邊的話他們就有提到 因為他們來這邊的主婦很多 所以我們其實就有放一些手工藝的書 或者是食譜這一類的書 我想在這個3C產品那麼發達的時代 人們跟書真的是越來越疏遠 那我想看書的感覺還是真的手上拿一本書最好 所以我們希望社區的朋友們能夠來接觸書本 真正的靜下心來拿著書本在閱讀 給我們禮上營造一種書香氣氛 很感謝文化局能夠選我們這個定祥里活動中心 設置一個這麼一個好的讀書環境 文化局指出 由於文化局圖書館受到美術館工程影響壁館 為了活化圖書資源 未來將根據七個示範點的服務情形 在各區陸續擴增李明書方的據點 讓閱讀與書香融入李明的生活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